北京时间12月23日 新科奥运冠军杨倩被官宣参加一档脱口秀节目 这是杨倩自爆红成名以来 又一个商业活动 可谓是挣钱停不下来 已经成为多个平台力争邀请的人气体育明星 作为一名名名后 杨倩已经做到了事业有成 赛场上是一名成功的射击运动员 赛场下也是一名成功的体育明星人物 在录制本次脱口秀节目之前 杨倩个人已经签约超过五个商业代言 不乏和大企业的合作 从经济收入的角度来看 杨倩将自身影响力进行商业变现的计划执行得很不错 是值得其他人气体育运动员值得学习的 职业运动员训练多年经历残酷的淘汰才能出头 成名后为自己挣钱考虑并没错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录制脱口秀节目 杨倩还谈到一些有趣的话题 由于是跨年题材的脱口秀 杨倩被问到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跨年仪式感 杨倩回答说 多数跨年都是待在设计队训练 所以并没有太多仪式感 最多就是和教练队友们一起吃吃喝喝 然后谈到有关于其他嘉宾的看法 杨倩特意强调期待苏炳天的脱口秀表现 因为自己熟悉苏炳天 所以想看看他说脱口秀能讲出什么搞笑的段子 在谈到娱乐圈明星白静庭时 杨倩也说出为何会欣赏白静庭的原因 杨倩主要是说 他的很多影视作品很不错 在综艺上的表现也聪明有趣 此前东京奥运会期间杨倩和白静庭也有成功互动过 这就是优秀的人之间的互相欣赏 杨倩是近几年体育明星参与综艺节目的群体成员之一 由于互联网的发展 体育明星和娱乐明星的联系越来越多 一起拍综艺录节目便是一个方式 杨倩之前 包括国拼的张继科 马龙 中国女排的慧若琪 张长宁 羽毛球项目的李永波 林丹 篮球领域的郭爱伦 一剑连 周琪等优秀体育明星都参加过综艺录制 其中张继科这几年 因为伤病没有出战乒乓球比赛 更是还参与过一些恋爱综艺的录制 成为常客 让外界从更多方面了解到张继科 可以说杨倩是接棒这些体育界前辈 是林明后这批运动员里少有的录制综艺的 相信未来杨倩还会参与更多 作为一个已经成名的运动员 会持续受到邀约 然后再来看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